接下来我们接下来看 进入我们课中的另外一部分 就是HTML 这是我们说 网页的一些基础知识的讲解 在我们之前 所天天上网 看网页里边呢 其实融入的就是这个HTML内容 那么HTML是什么呢 翻译过来叫做 超文本标记语言 超文本标记语言 那么先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又可以几个字字面解释了 文本呢大家都懂 说老师文本我才懂 那你就可以选择从读了 超文本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如说 超出了普通文本的范畴 真假的呀 比如说普通文本呢 默认的都是这样子的 你把它字号改变一下呀 自己样子改变一下呀 大家改变一下呀 那么几个呢 加入一些图片呢 声音呢 等等一些做媒体的因素 那就是什么 超出了文本范畴 听见了吧 其实超文本 那么接下来是什么样啊 说标记 啥啥啥啥啥的标记呀 大家 一个文本写完 它就是这个样子 那 我有个变换一下 大家注意 是不是对于这个 需要变换这个文字 要加一些声明啊 那你怎么这个 加一些声明 你不加 谁人要变呀 是吧 那么这个声明是什么呢 这个声明就给这段 要需要进行修饰的数据 进行一下标记的指定 那或者标记的指派 都行 这个叫标记 标记呢 在我们的 那个 ATM当中体现出来呢 叫标签 所以你可以把标记 称之为标签 那因为标识 某一部分数据用的 那么这个超文本标记语言呢 是我们网页当中最基础的 或者外部当中最基础的 网 那个语言了 那 网页设计语言 这个语言 特别在于 它的逻辑性 较低 学起来 最简单 最容易 所以大家 这门语言 应该是你们 目前技术当中 最爽的一门 是吧 毫无门槛可言 好吗 谁都能学 如果说你能学这门语言 莫道夫 海带工啊 AT 通过标签来定的语言 代码呢 都是说标签所组成的 大家就乐屁了 为什么呀 没有什么衣服啊 没有放了 家里东西就白白了 哦 爽歪了 然后说呢 他代码吧 是不区分大小写的 是吧 可劲造吧 说一下 可劲造 我跟你讲哈 一到不里面上写 你知道意味什么吗 就是说 严谨性不高 去读义吧 严谨性不高 再接来呢 这个AT 在码当中啊 他有自己的什么 封装范围 就像比如加沃一样 大家加沃写的类似 有大括号做封装范围呀 是的 ATM也有 只不过呢 他不用大括号 用什么呀 标签 这标签呢 用的全都是指定的 特定的名称来表示的 比如说 ATM的范围在哪呢 ATM标签 开始 ATM标签 结束 那么怎么区分 谁是开始 谁是结束标签呢 就头和尾呢 尾标签 注意啥 斜线 那注意这叫斜线 OK 那么ATM的代码里边都写什么呢 它也在里边分成了两大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 头部分 第二个部分是 体部分 体部分吧 头和体两部分 那么接下来呢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往里看一下 为什么呀 准备弄一下 是吧 说半天呢 你得演示一下 咱们就做基本的简单演示好了 那 老师先用一个最基本的编辑器 给大家简单爽一下 好吧 这编辑器呢 就是传说中的啥 记事本 首先 记事本呢 是来编辑文字用的 那么ATM是不是文字啊 是的 加上是文字啊 是的 所以就用那个编辑器是没有问题的 只不过呢 它缺乏格式 缺乏联想而已 编辑起来呢 效率较低 但是要先用原始的演示一点 首先 当当 是吧 ATM标签就开始了 当当 就结束了 大家简单吧 这个 如果说哪个哥们说 老师简单说不了了 是吧 你记得我说一声啊 接下来 说一下 理论分两部分 一部分什么样啊 头部分 那第二部分 体部分 大家同分是不是要 头和尾结束 开始结束一下呀 是的 体部分呢 也要开始结束一下 那就是包顶 再来一个包顶 那这么说老师 那个 我看挺简单的 是吧 这我就记不记记 是吧 我跟你讲 我也敢记 那 我们只要 值得找啥样的行 听到大家 没有 皮脑可以去背 因为后期联想工具里边 都帮你去做这件事情 好吧 但是你也知道 是干啥用的 这不乱去废了 那么 跟人一样 分头和底两部分 包顶呢 就可以翻成什么样了 可以翻成身体 是吧 翻成肚体 可以翻成尸体 好了 接下来呢 所以老师 那分两部分有啥用啊 这个注意啊 这个有用的 知道吧 老师 为了分两部分啊 这两部分都写啥呀 这个很关键 好吧 一般头里边写的呀 都是网内的一些 辅助信息 和一些需要 先加载的内容 OK 比如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 网内一打开 是不是都有什么东西啊 这个标题 见过这个东西啊 必须认识了吧 大家 好吧 那么标题怎么写呢 周老师 这是 瞅着 看着啊 这是一个标题 爱网页的 这么写可以吗 这么写的烂灶了 你知道吗 你凭什么这标题 标题 你想要把它标识出来吗 必须要加个标题 懂吗 你不加标记 你证明不了它是标题 老人家加啥标记啊 这标题这么写 就是了 大家 现在明白什么标签了吧 啊 你不加标签光写的文字 谁知道这么这个码了呀 是吧 OK 大家 这么一加上以后 用这标签一封装 你知道吗 这件事就变化了 大家来 我们把它保存一下 看着啊 这个文件 这么当当 没用吧 是的 怎么办 我们需要 先把它保存成 指定扩展名的文件 才行 这个回扩展名文件 这个叫做做 第二 HT 来了 这个我们说 加了写完以后 这个保存成XX 第二 加了8呀 是必须的 张呐 是吧 抽屏了 再冒一点 就写完了 欧了 那么接下来呢 大家有可能 在加了 那么有什么习惯 说老师 咱是不先编译的运行啊 是吧 这个不用了 那耍歪了吗 为什么 我们只要能找到一个 能解析 该文件的应用程序就可以了 没有想到的是 这些东西不用装 算回来了吧 这是谁呀 浏览器就能解析这种格式的数据 那么不用再废话 崇老师我说打浏览器 然后就把他扔进去 不 这个文件 扩展品的类型的文件 已经和浏览器怎么样 相关联了 我们找一双鸡就呕了 特别吧 你看啥来关键 熬浪的大教 是在这儿呢 就这意思 如果你顾下这个大教 这就没有意义了 是这样吗 咱们就写在这个标题栏当中了 好了 接着写了 没完事了 崇老师 你这大白板里边啥也没有了 什么大白板 诶 这儿都 什么大白板呢 就是里边的东西 对吧 大白板一个啥也没有 这怎么办呀 网里加点内容呗 是吧 说什么 说这是我的什么 网页内容 我们来刷新一下 有了吗 注意 这只是普通内容 听到你爸 超文本那样没有弄的 比如什么意思 有个人说 老师 这文字能不能弄大一点 能不能弄得好看一点 带个眼神 什么样 我看书不一点 比如什么样 我说行啊 你哪部分要 我说 我的 出现一下 告别人是我的 对吧 咋办呢 大家 注意 如果你要是 不做任何事的话 这我的和旁边本 是没什么区别呀 你要想对他进行设置的话 大家是不是 把它当作标记出来呀 对 这边又要一天 用了一些新的标签了 比如说 这是字体包 是的 那就对字体标签 用就OK了 放特 请关照 接受了 大家 小心 有标了吧 还怕是吧 老师怎么回事 我屏幕就卡了 对吧 大家都没卡了 有标吗 没有吧 大家 说老师 你加标记也没有 你就骗我的吗 注意了 这标记可是自己标记 注意标记 我为自己的设置 是不是不止一个 对不对 什么大小啊 什么样式啊 还有颜色啊 猪洞洞啊 那可吧 那怎么取现呀 这个得用到标记中的叫 属性 color就等于 大家 你们知道什么颜色呀 红色 对吧 哎呀红色 知道什么呀 赛额等于档档 是吧 你喜欢 你选择 这啥意思是吧 是不是把这个标签 范围内的文字 搞了一点东西呀 嗯 真假的呀 一个双 哦 这就是传说的标记 这一个简单使用 这这这这 这笔位这个 啊 这个就是at吗 标签 简单吧 以后我学习就这标签 啊 标签记不住怎么办呀 不要怕大家 那根本就不需要自己多写几遍就熟了 就这样 混脸熟最重要 好吧 给大家基本的演示 大家会发现 哦 原来东西并不是很难 头部分里边呢 通常给网页加的是一些辅助或者属性的信息 而它里面是最先会加摆的 因为什么样啊 因为浏览现在制定的时候 它是这么执行的 这个 从上往下 一句一句的开始执行 直到这 咔 就来一个标题 有没有 直到这 就往背包里边放 包里边放了一部分数据 并对这数据干嘛呀 进行一下 休市 听门啦 所以你知道了吗 浏览器最强大之处就是具备的这些用东西什么 什么解析方式 对 它里边用了很多的解析器 OK了 大家 这个就我们再废话了 到这躺定 好吗 谢谢你 对